2009年12月30号凌晨 东莞东坑大道尾段 14辆装甲车在新东泰门口 一字排开 履带摩擦路面的粗重喘息 车顶徐徐转向的灰色炮管 庄严宣告 这家亚洲最大嗨厂辉煌 至此落幕 此前新东泰掌舵人白毛鸡 仓皇出逃 一 亚洲第一嗨厂 时间流逝如水 匆匆已过十年 熟悉当年管城夜生活的朋友 应该对新东泰三个字 不会太陌生 彼时新东泰太子 可谓缠成声色的经济双子星 若要讲娱乐实力 新东泰比太子更胜一筹 毕竟亚洲第一嗨厂的名头 可不是盖的 2005年11月 投入议员装修的东泰娱乐城 更名新东泰娱乐广场 恢红开业 新东泰占地1.8万平方米 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 上下三层 148个KTV包厢 两座低市高大厅 连同音乐吧 秀吧 纪尾酒吧 一应俱全 以总统陆海空命名的包厢 配备进口的顶级音响 和避美港澳的豪华装修 让之前在香港风光意识的 348敌市高相形建筑 中国城杜老治东方皇宫 大富豪的往日辉煌也黯然失色 新东泰号称亚洲最大嗨厂 港澳东南亚明星富豪 和内地老板分支踏来 夜夜升歌 场场爆满 3000元的最低消费 根本挡不住蜂拥而至的人潮 与此同时 灯红酒绿 纸醉金迷的背后腐败滋生 新东泰的老板 还在旁边的员工宿舍 开启了地价赌场 连同路对面的东珠酒店 包云一条龙 据称新东泰有两大股东 一位叫龙哥姓陈 七一年生 东莞大朗人 另一位江湖人称白毛鸡 白毛鸡被认为是 新东泰的掌舵和实控人 二 白毛鸡 白毛鸡原名卢新 东莞东坑镇东坑村村人 生于上世纪60年代前后 身高170左右 来头颇大 在江湖上甚有威名 与皇江太子徽 并称管城四虎 白毛鸡小时候家里很穷 早早便卖入江湖打滚 染指青楼白粉生意 为人精明圆滑 特会来事 赚取第一桶金后 攀上许多社会关系 据称与新一安势力来往颇多 并与多位香港明星大佬 关系不错 还镇了一个颇有背景的干爹 成为一些大佬 在台前的代言人 白毛鸡在东坑村有三栋别墅 其中一栋有五层 每层500多平方米 单层20多个窗户 加双电梯周围还安满了摄像头 门前停满宝马 林志等量号名车 邻居听人问起白毛鸡 扭头就走 甚至许多人都不知道白毛鸡的真名 不知道是真不知道 还是有意回避 2005年 白毛鸡在一个场子 打了一个湖南人一巴掌 其料这个湖南人也是狠角色 随即叫了百石号兄弟 广场晒马 要100万私了 白毛鸡派了四名西装光头 开四辆大奔过去谈判 只答应给对方20万茶水费 湖南帮仗着人多就要掀车子 四名猛人当即从后备箱 掏出四把包括来服AK在内的喷子 2009年元旦 白毛鸡儿子结婚 全国各地宾棚来贺 大宴四天 第一天招待北京客人 第二天是广州来宾 第三天东莞朋友 第四天东坑老乡 场面煞事风光 白毛鸡的公开身份 是东辉物业董事长 在新东太之前 白毛鸡跟人在横利 合作过新时代夜总会 和老东黄酒店 三 赌场风波 白毛鸡的合伙人龙哥 早点在广州起家 上世纪90年代回乡 做起片门和夜场生意 在东坑与白毛鸡合作捞赌 开始只有排酒的小厂 2004年左右搞起百家乐 最先是在东坑医院旁边的长安堂 在空地上搭起一片 占地两亩的铁皮房 配了六张长方形台子 二十多名保安轮班看守 并将资金一律换成港员 当然光顾的主要是港澳的来客 据说出演我和江市 有个约会的香港女星张文慈 便在这里一输千万 背景强硬的张文慈 也并非等闲之辈 完后在这里大闹 接着白毛鸡便将厂子 搬到了东海酒店明珠阁 此后台子增加到二十三张 每天流水过千万 因为有老心从旁支持 厂子的管理相当规范 还专门从澳门请来合观 厂子筹码规则等都向澳门看齐 厂子拿五个点的抽水 客人赢大钱 有专人护送回家 给跌马仔是十天一节的 1.6%的提成 看厂是从东北河南招来的老兵和五笑声 坊间称 这里是管城地下最大的厂子 每晚流水几千万 因为背景深厚 盘查路过的都要绕道走 有居民不堪其扰 屡屡向上反应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场的一幕 嗅到丰盛的白毛鸡提前出走 据称到了东南亚 而龙哥则于一零年三月 在湖北黄石落网 此后 新农泰又经营了一段时间 却再也难恢复到 当年港澳新马克人如潮涌来 广深牌照的车辆每晚都要堵掉马路的场面 新农泰事件也拉开了管城 声色经济退烧的序幕 2014年以后 新农泰一蹶不振 如今已斑驳凌落 再不见当年繁华稀壤 新农泰和白毛鸡当年的夜色江湖 都随着时代潮落 成了封烟往事 明星曾遭受黑社会胁迫的案件并不少见 而当中大多数受害者为女明星 女星若想在纷乱的娱乐圈中杀出重围 混出些名堂 所要付出的艰辛很少为我们所知 而她们也要承受一位出名所带来的困扰 下面我们来盘点娱乐圈曾遭受黑社会胁迫的女星 第一位张爱佳 2000年7月3号 张爱佳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奥斯卡 在去上学期间 被校门外的四名青少年拦截 并强行将他掳上一辆私家车后 绝称而去 在当天下午 便有人致电张爱佳家中 声称他的儿子已被绑架 并勒索2000万赎款 当时身在台湾工作的张爱佳揭报后 大经与家人经商议后决定报警 一周后 警方在意间酒店内成功将奥斯卡救出 第二位 孙燕兹 孙燕兹曾在埃及拍摄新专辑MV时 遭到当地黑社会的勒索和抢劫 并险被绑架 损失将近30万 此时当时也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据媒体报道 当时孙燕兹的MV才拍了半支 就遭到了当地黑势力导游的勒索和限制 最终 孙燕兹趁着半夜跑到了大使馆求救 第三位 TWINS 据香港媒体报道 一神秘男子声称 从一些台湾黑道人士口中 获悉 当地黑帮策划绑架TWINS 绑架行动将会在香港会展中心的停车场进行 那位神秘男子还暗示策划这一事件的幕后主谋 就是现正被台湾警方通缉的张熙明 这事当时也引起了一时的骚动 第四位 张柏芝 张柏芝刚刚入行时 被媒体曝光了 其父亲是黑社会 而当时张柏芝的父亲张仁勇也销声匿计 没过多久 媒体再次传闻爆出 说涉黑组织没法找到张柏芝讨还债务 所以再次宣称发布黑道奸杀令 如果张仁勇现实再不出现 那就要负债女还 而对他的女儿先奸后杀 第五位 蔡惠敏 前香港无线电视台艺人蔡惠敏 到台湾谋发展时得罪了黑势力 惨被非礼禁锢 据蔡惠敏自己说 对方不仅用粗话骂他 还撕扯他的衣服 最后他逐一向房中的大哥跪地叩头道歉求饶 并且被反锁在房中三天 第六位 刘嘉玲 刘嘉玲应该是惨遭黑势力狠下毒手 最为悲情的一位 因为刘嘉玲不肯和黑势力合作拍片 惹怒了他们 最终惨制绑架 并拍下了裸照威胁 给刘嘉玲带来了几乎终生的伤害 不过刘嘉玲最后站出来的勇气 让许多人刮目相看 当时得到了男友梁朝伟力挺 更是值得敬佩 第七位 白冰冰 据媒体报道 1997年4月14号上午7点45分 白冰冰16岁的女儿白晓燕 在去上学的途中 被包抄而来的黑势力劫持 白冰冰立刻赶回家报了警 然而 由于无良媒体的大幅度报道 激怒了黑势力 他们因不满白冰冰报警 对白晓燕拳打脚踢 并涉嫌强暴了白晓燕 第二天凌晨 白晓燕腹墙内出血身亡 第八位 梅艳芳 梅艳芳在1992年 就曾因为在酒吧里 不肯为黑社会现场而遭掌锅 甚至被黑社会下了追杀令 被迫到泰国躲避 最后花了一千万才让事情平息 第九位 励志 据媒体报道 李连杰和励志去美国是迫不得已的 励志当年和澳门赌王 有过一段感情的纠葛 而这位澳门赌王是靠老婆起家致富的 其老婆就是黑师立中的老大 据说都会当时澳门赌王的求情 他老婆放过智利一马 不过要求励志 保证不回香港和澳门 于是他和李连杰去美国结婚了 第十位 李小冉 2010年 梅婷的前夫李小冉的现任男友 燕坡被砍成重伤 这事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各界极大的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涉及人员是当红的明星 另一方面涉嫌行凶者 恐和李小冉的前男友 涉黑分子有关 据媒体报道 李小冉的前任涉黑男友 因不喜欢李小冉和燕坡在一起 多次威胁李小冉之后未果 才狠下毒手砍上了燕坡 再次威胁李小冉的前男友